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 一位杨姓教官 在上个礼拜返回分局的路上 碰到一群黑衣人 并且对他这个呛瞎 事后黑衣人不甘被呛 追着杨姓教官闯进分局里面 在警察分局里面开始打闹 砸毁电脑 事情闹大了也上了新闻 结果警察局找来当天 砸场的闹场的黑衣人 竟然上演双方握手和解的戏码 我先请教袁志兄 这个事你看得下去吗 看不下去 因为今天那个分局长讲的 警察局长讲的我也不信 因为我是新北市 我跟警局交投经验 我就发现他们非常喜欢掩盖事情 像我个人也都被遇到过 有一次我在路上被盘查 跟一个女老师一样 我是坐车子被盘查 那个警察先盘查我的助理 他开车 然后盘查完之后 就绕过来叫来盘查我 然后那一天 他不是只有盘查我们这台车 是盘查了十几台车 然后导致于半夜十二点大塞车 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 有违反比例原则 我说你不能够每一个都这样盘查 你可以有问题 你觉得我长得像通气犯 吸毒的你可以盘查我 可是你不能每一个人都盘查 有关比例原则 所以我就跟那个警局讲 结果后来那个分局长就打给我说 绝对没有这件事 我说不可能 我就在车上 然后对我就在车上 后来拆请他们掉入雾带 发现分局长直接对我说谎 所以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反正就是有事情先否认再讲 然后像我 我那个就会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谎 我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他就动用非常多社会关系 什么里长 不然就是地方人士 甚至于我们的同事朋友 他会调查我的关系 然后每一个都在跟我讲 说就不要讲 不要讲 用各种地方势力 把你压制下来 所以其实警局到底有多少事情 大家其实是不知道 那你被压制了吗 有啊 他直到今天才讲 不是说哪个分局也不敢讲 他有时候会找他支持者 如果我们不卖这个人情 感觉我就得罪人了 但实际上我会觉得说 其实你一开始不要做 就没有这件事情了 黑衣人 十个也好 七个也罢 怎么敢闯进去 第二个 根据现在看到的影像 进去操椅子砸电脑 对 我看台湾的黑衣人 多大尾也没人敢打 不敢 不敢 操椅子打电脑 然后最后是警察出来说 没有他没有砸坏电脑 不小心碰到的 你们在怕什么 这些人是抓到什么尾巴 让你们不敢扮他 不敢抓他 太多 什么样嚣张的人 可以十个人冲进去砸分局 派出所 而且吃定你不敢扮我 吃定你会帮我掩饰 最后呢 还要互相鞠躬说 我们是何解的 你们到底多怕这十个人 到底是多大的结构 去怕这十个人 我觉得警政署 或者是检察官这边 要另外一组 开始来办这个事情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镇知道了